早一步实现梦想 在李清文商户前一节台北报道 除了省钱很夯之外 现在电子商务也很红哦 就连科技业的大老板也纷纷的来投入 但你看到是历经的董事长黄崇仁了 他本身就非常喜欢时尚 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了网路公司 还把名牌精品全部都聚在一起 提供了穿搭选项 电影高级实习生 主角安凯思威创办的就是讲究贴近人心的时尚购物网站 但是谈到时尚关注的可不是非女性莫属 每一家fashion company呢 好名牌店 它是不会跟人家mixture的 或个人个人 那我们是希望做一个综合 大家来比比看来看 这个给大家更多的知识 大叔也可以爱时尚 历经董事长黄崇仁以个人名义 创办了红利网路公司 推出穿搭app 让你可以省去换衣服的时间 直接在网路上看看自己适合哪一套 谷装网站还首创打破精品品牌鸿沟 全部排在一起让你挑选 E7Live您好 很高兴让外面服务 还有因为最近网路直播的E7App掀起话题 意外让团购往E7Live搭上顺风车 流量和营收都成长三成 整个海外上面也有蛮多的下载 那甚至有意外的收到一些海外朋友来问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香港或是一些其他地方 能够使用E7Live的一些服务 尽管国外的库蓬宣告退出台湾市场 但是后期之秀马上取而代之 因为台湾每年上兆元的电商市场商机 依旧是人人眼中可口的大病 单线吴问城许一首李轩台北也通道 最新的007电影11月才要上映 不过电影 不过电影11月才能够取出台湾的大病 2103个月